一开始种金银花是奔着自己自足,摘点花,晒干后泡茶喝的,但今年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。 金银花在冬天也有叶子,但状态不佳,叶片受寒,软塌塌的,不过温度一回升,就会慢慢恢复。 江浙户的三月初,对于生长在露台上的金银花来说,问题已经不大,也就十几天的功夫,叶子就能铺满架子的一小半。 比同期的其他植物,生长节奏要快上许多。 进入四月,叶片更加郁郁葱葱,非常喜欢这个阶段的状态,特别是在阳光下,那黄色的叶片像被夹了一层滤镜,闪闪发光,这是只有在春天才能见到的金银花。 五月份,他们还在一个劲地向周围扩张,叶片更密集,架子已经被遮蔽,颜色比四月偏深。 某一天清晨,几只藤蔓顶部,终于出现花苞。 去年,就光顾着长个子,一朵花都没开,搞得我都要怀疑自己了。 今年叶片这么茂盛,个头也高好多,是不是能实现金银花茶自由? 但奇怪的是,其他枝头一直没动静。 我当时还以为是,看花有先后。 毕竟从整体上看,这已经是一小丛很标准的金银花了。 看别人同样规模,花量可是不小的。 五月底,花朵开始显色。 虽然花量不多,但好歹无病无虫害,叶子也长得好。 想想原因,可能是这两年一直没换盆。 虽然有定期施肥,但根系肯定都长满了。 等秋冬大部分叶子掉光,三棵全部给剩到大盆去。 所以金银花茶,等明年再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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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